欢迎收看静乐活陪你一起健康过生活 我们常常会觉得美食诱惑好大 但是吃太多很常又懒得动 反应就在这个体重体脂上 所以看中医减重是不少人选择 我们今天节目上邀请到的是 李云珍中医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李云珍医师 李医生这场请教了 现在去找您减重的人是不是蛮多的 大概是怎么样的就是做法 可能是搭配食材药材这样子吗 是我们来中医减重呢 其实我们很常就是建议 他们做好一些重要事情 比如说睡要睡饱 吃要吃的健康 然后要做一点运动这样 然后以中医的部分呢 我们会用中药材 加强他的新陈代谢 然后甚至会帮他做一点沥水 或是排便的动作这样子 然后帮助他可以快速的减重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用到埋线 对 所以可以帮我们介绍桌上 有没有哪个药材 刚好是符合学习 刚好像这个茯苓片 这个就是我们很常 中医很常拿来沥水的药材 那他非常好用 不管他是一般肠胃 就是肚子这边常常觉得脏脏 种种的 或者是他是因为阴虚火旺 那种熬夜 然后容易受不下来的人 我们都很常用这个药材 但如果埋线的话 是不是跟肚子这边有关系 对埋线的话 其实跟肚子很有关系 因为我们要加强新陈代谢 其实最重要就是用肚子周围的穴位 那用这个我们旁边这个小金人来举例的话呢 其实就是会在肚子的上下左右去找穴位 那上下的话呢 就是任麦的穴位 那左右的话呢 其实就是味精跟皮精的穴位 那我们很常用的像是天疏大横 或者是汽海官员 或者是水分穴 这些都是我们很常用的穴位 那想请教一下 这个可能要持续多久 以及他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如果比如说我今天就是埋个一两次 有用吗 其实埋线呢 很像是二十四小时的针灸 就是我们平常去诊所的时候 可能针灸你要躺在那边很久 可能要躺三十分钟 但是埋线 他因为这个线材 他在我们身体里面 需要一个礼拜才可以完全吸收 所以他在我们穴位上 等于你回家之后 他二十四小时刺激你的穴位 而且是可以连续刺激七天 所以他是一个很方便的针灸的方式 是用埋线去替代针灸这样子 所以这是他的原理 那想问之前好像有个例子 就是扣埋线埋了两年 他两年瘦了四十公斤 听起来蛮惊人的 这样会不会反而不太健康 其实两年四十公斤 我们之前很常讲一个就是健康减重 大概三个月是五公斤到十公斤 所以两年四十公斤 其实换算下来算是健康的范围 对 那他其实我相信这个人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诊所也有过 这样子的例子 那他其实原本的激素是比较大 就是他原本体重 可能就有一百一十公斤 那中间其实是靠着 他自己也很有毅力 维持他的健康的睡眠跟饮食 然后再加上埋线 然后才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会不会真的埋线埋一埋 顺利减重了 他没有继续埋线 或者是没有保持好 还是会腹胖吗 其实埋线他是一个刺激 让他比较快达到这个效果 可是我们都会说 我们想要减重的时候 其实他的趋势是向下嘛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体重体质 一直向下 所以那时候要非常严格 可是如果他已经减到那个位置了 其实他就只要维持就好 所以那个时候 他不一定还需要埋线 只是日常中的饮食 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 那就想问一下 有没有哪些人不适合这种减重方式 是说埋线的部分 是吗 对 或埋线或者是有些药材 有可能会有一些过敏 或怎么样的状况 有有有 像比如说 假设那个客户 他本身有 残痘症的话 那我们中药 其实就有很多禁忌 那其实这些我们医生 也都会帮他去看 那至于埋线的话 则是说有些人 他会有 卸足种的体质 他很担心就是埋线下去 会不会里面是不好代谢的 那这个我们也会做测试 其实有些卸足种体质的人 最后还是可以埋线这样子 所以我们都会帮他做评估 那最害怕的就是那个人 假设很怕针这样子 那想问一下 日常生活中 其实还有一个蛮简单的方式 是喝水 对对对 我们很常鼓励大家多喝水 尤其现在夏天 一般假设正常的时候的水量 是每个人就是依自己的体重 乘以三十 这是一般每天应该要喝到水量 那你会发现来减重的那些人 他们为什么新陈代谢不好 常常都是他水就喝的不够 尤其现在夏天流汗 比较多的情况 我们会希望就是他是体重 直接乘以四十 对那能够减得很顺利 或是他本身很瘦 新陈代谢好的人 其实他都喝超过一点点 我喝 我说的所有数字 他都有超过一点点 对 葛老师那我想要补充 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像这个埋线好了 对 有没有不适合 比如说有说不适合 比如说蟬斗症 那有没有有些人 可能年纪太大了 或年纪太小 对对对其实埋线的话 我们都希望埋下去的 那个位置 其实他是要有一点肉的 就是他不能说是太干 这样不然的话 会埋线下去的话 其实那个线 我们身体也不好吸收代谢 所以我们通常 不会埋就是太小 比如说十八岁以下 我们可能不太会做这个事情 那年纪太大的人 其实通常他们也没有减重的需求 那有些人就是吹毛球 是未经很瘦了 还想买 这个是不是也不行 有遇过 对我们会看情况 如果说他真的太瘦 我们真的会劝劝他 就是说他其实不需要 我们会我们会建议他 其他更经济省时的方式 像刚刚讲的睡饱 或者是喝足够的水 其实这些都很重要 对好的 谢谢李一世今天的分享 感谢您加入今天的敬乐活 我们下次再会了 拜拜